尊敬的各位听众 大家好 今天我将与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主题 真主的唯一性和真主的意志 真主是唯一的神 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维护者 他没有任何伙伴 也没有任何子嗣 真主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 真主所抑郁的必定会发生 真主所不抑郁的必定不会发生 穆斯林必须坚信真主的唯一性和真主的意志 这是伊斯兰教信仰的核心 真主的唯一性意味着 他是唯一值得崇拜的神 我们不应该崇拜任何其他的神或偶像 真主的意志意味着 真主是宇宙的唯一主宰 一切都在真主的掌握之中 坚信真主的唯一性和真主的意志 对我们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中 做出正确的选择 并让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保持坚定的信念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例子 说明真主的唯一性和真主的意志 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挑战时 我们可以坚信真主的意志 并祈求真主的帮助 当我们看到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时 我们可以坚信真主的唯一性 并努力为社会的公正和正义而奋斗 当我们面临诱惑和考验时 我们可以坚信真主的意志 并抵制诱惑 坚守正道 让我们一起努力 坚信真主的唯一性和真主的意志 让伊斯兰教的光芒照亮世界 谢谢大家